澎湖南方四岛国家公园东西吉郎到海域华设委完全禁渔区连数案 政府协作会议11月3日要在澎湖召开游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主持 今天在国立海洋大学召开的共辽卯奥栽培渔业示范区成果发表 渔业书长渔业人家到老旗聚一堂东西吉郎到问题也成了大家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渔业书长成天寿说大家关注东西吉郎到问题这是海洋仪式的提升 那个地方很漂亮渔业书会听渔民的声音也会听提案者的声音和见解 11月3日双方讨论做最后决定 台湾海洋大学讲座教授邵广交说任何一种管制限制的措施都叫保育区保护区 不管怎么做都是好事完全禁于是最好的 但渔民不会想那么远保育人士则很急就会产生冲突政府就往中间妥协 现在最重要的是保育寻导教育等大多数人觉得全面禁于是对的 政府就会去做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教授陈一雄说台湾南北走地行让物种可以撤退 东西鸡狼道有永生流有独立的营养员结构也没有含害问题 整个环境生产力很高高到足以支撑这么大的族群 拥有这种天然条件的不多了 卯傲栽培渔业示范区会达到一个顶峰 但这个顶峰值永远不会比东西鸡狼道那边高 他认为保育和照顾当地居民生计是可以双赢的 例如休闲锤钓对环境冲击不大可以辅导渔民转型成为生态环境的助力 今天在国立海洋大学召开的共疗毛傲栽培渔业示范区成果发表 渔业书长渔业人家到老齐聚一堂东西鸡狼道问题也成了大家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记者无熟军摄影分享海大教授陈一雄说东西鸡狼道有永生流 有独立的营养源结构也没有含海问题 整个环境生产力很高拥有这种天然条件的不多了 记者无熟军摄影分享渔业书长成天寿说大家关注东西鸡狼道问题 这是海洋医事的提升 记者无熟军摄影分享台湾海洋大学讲座教授邵广招又说任何一种管制限制的措施都叫保育区保护区不管怎么做都是好事 完全尽于是最好的记者无熟军摄影分享